在這個舒適的空間裡 失之症的長輩與家人們一起開心跑餅乾 另一頭則是布置溫馨的咖啡館 提供免費咖啡、輔導與迷你教學 而隔壁還有空間廣闊 貨品琳琅滿目的二手商店 除了這些還有各式風格的二手家具行 樂器行還有電器維修所 這些進職窘異的地方 其實都是由木匠的家關懷協會所創立 他們透過這些空間分享福音 至今已經二十年成為許多人的居家好夥伴 我們已經定位在福音慾會上面 所以我們基本上 如果跟一個人談得比較愉快 我們通常的目的就介紹到教會 教會成為我們的後盾 所以傳福音是在什麼事情上都要做的 如果我們在社區裡面 常常就是傳福音不是說你今天就說 啊我來來來我坐下來 我跟你說那個關係 你人生的好消息 然後講思慮 有的時候其實真的就是要活在他們的中間 除了社區營造之外 木匠的家也為弱勢族群創造工作機會 不只讓他們可以盡情發揮長財 也在職場互動中把福音帶給他們 來到木匠的家之前 因為我找工作一直碰壁嘛 然後信心也通通被磨滅了 等於說幾乎被打敗了 但是接觸到神之後 我發現說 你有信心你就有希望 祂讓我改變整個的心境 就是要積極要進去 不要放棄 能夠一直走到今天 設施一股強大的力量 我們有很多元的一個經歷 那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其實知道這是上帝一路帶領 那麼我們也相信將來 可能上帝又給我們開一些更新 更重要的工作 因為時代一直變遷 我們也會繼續很開放地接受 可以做的事情 像這樣豐富多元的福音據點 激勵大家不論何時何地 都可以從不同角度走入社區 拓展影響力